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已经被关押两天了 七八个专案组的标型大汉正在轮番的审讯他 除了精神垂产以外 还在肉体上折磨他 比如用电颈棍去烧脚心 蒙头乱打 用麻酸将两只手的拇指吊起来 让脚尖着地 很多手段是你想象不出来的 专案组告诉他 就算把你打死往楼下一扔 也就定个畏罪自杀而已 这位遍体鳞伤 晕过去好几次的受刑者 不是普通人 他是原哈尔滨市的副市长 叫朱胜文 堂堂哈尔滨市的副市长 为什么成了寻寻逼供的受害者呢 事情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欢迎朋友们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击小铃铛 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展开友善的讨论 这位受尽酷刑的副市长 出身贫寒 父亲是个木匠 但从小呢 父亲的管教非常严格 兄弟姐妹六个人 五个考上了大学 1982年 朱胜文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同年的十月考起了中国商业部的工派留学生 前往意大利米兰的马铁国际管理学院就读研究生 毕业以后满怀建设祖国 报效祖国一腔热血的他回到了哈尔滨 1986年 朱胜文参加了一个振兴哈尔滨商业的研讨会 他在会上的演讲中大胆的提出 东北人必须消除懒惰 从根本上改变经商态度 加速引进外资 彻底改变计划经济时期那种重工业老大的心态 这些话在今天听起来 可能没有人会感到新鲜 但是要知道在当年往往跑遍整个哈尔滨 你也找不到一家卖早点的铺子 这足以说明当时东北人的经商之道 朱胜文的观点是以会者为之一正 而听众中包括了哈尔滨的市委书记 龚本延和市长李根生 这两人当时铁了心要改变哈尔滨 在商业上大大落后于全国同等城市的局面 发誓要恢复20世纪初 哈尔滨是东方小巴黎的美城 当时哈尔滨民众都感到 哈尔滨有希望 他们两人当时正苦于没有一个领导商业的开放性人物 朱胜文的突然出现 让他们不亦落伏 经过反复审核调查研究之后 市政府决定破格提拔朱胜文为市三委主任 市政府的秘书长 据说当时朱胜文不想介入官场 开始并没有立刻同意 是市长李根生三顾茅庐说服他出山 就这样 这位最早的海归派便走上了仕途 一时间雄心勃勃 执疑要为改变家乡的面貌而禁定 朱胜文的才干很快得到了体现 在几年时间里哈尔滨的商店数量举一增 餐饮服务业则要居东北的前列 他也很快升任副市长 主管计划商业和外贸等 在他的领导下 哈尔滨每年引进的外资都创下了记录 了解朱胜文的人都评论说 此人最了不起一点就是他的创意和前瞻性 比如是他最早提出要开发东北的冰雪资源 将原来只是小打小闹的冰灯展览重新包装 使哈尔滨一举成为了世界的冰灯之都 他还提出哈尔滨必须发展为新型的国际贸易都市 以及建成中国第一路港的设想 对于绝大多数的海归派来说 朱胜文的业绩都相当令人羡慕 但此人最大的弱点就是根本不懂围观之道 接近朱胜文的人都说 他一向是敬君子 缘小人战役而匹财 持财傲务 这使得他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口碑 比如他担任副市长六年之久 四口之家一直住在不满70平米的三千公寓内 多次拒绝了分配给他的豪华市长楼 更为重要的是 朱胜文从不巴结后台 认为要靠本事和业绩讲话 例如在朱胜文任副市长的时候 黑龙江省新来了省委书记岳其风 当时各级领导都纷纷的前去拜见 但朱胜文竟然是市委领导中唯一没有去的 不久厄运开始降临在他的身上 1995年某一偶然的事件 在一次猎行的上级财务审核中 审计人员发现了哈尔滨社会劳动保险基金中有1600万的巨款不翼而非 警察人这笔巨款是被借给了一家私人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这是严重违反国家政策的犯罪行为 朱胜文奉上级只是追查过程中发现批准这笔贷款的人是主管公检法的副市长 邱玉全更为严重的是这家名为巨星公司的房地产开发商 兵民倒闭根本无法偿还这上千万的贷款 但让朱胜文蒙在鼓底的是 其实市政府的其他主要领导都知道这件事情 只不过是没有人愿意得罪这位后台强硬的警察头目 在当时的哈尔滨 邱玉全被公认为头号的地头蛇 黑白两道都玩得很赚 得罪他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他的两个儿子在当地更是黑社会的老大 罪恶昭彰 民众们都是敢怒不敢言 有一次他的二儿子犯事被当地一家公安派出所抓获 结果他开枪把所长的一条腿打断 扬长而去 该所长反而被降职调离 这在哈尔滨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事情 但邱玉全的地位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 邱玉全向来不把朱胜文放在眼里 非常记恨这类突然受到重用的知识分子 这在市政府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如今朱胜文胆敢调查他非法罗用 巨额公款的这件事 简直是太税头上冻土 朱胜文的调查还没有开始 一张罗网已经在他头上张开了 1996年中纪委根据揭发检举 下令哈尔滨调查国贸城总经理张廷普的腐败案 并成立了以邱玉全为首的专案组 张廷普在被捕后受尽了酷刑折磨处于崩溃的边缘 他到了专案组说是有什么罪他就认账 让他咬谁他就咬谁的地步 接近专案组人士的人透露 张廷普当时是咬遍了所有的省市的主要官员 但令专案组最感兴趣的是 只有朱胜文在诱逼之下 张廷普编超出自己曾经给朱胜文 受贿七万元的弥天纳谎 很快朱胜文被秘密逮捕了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 包括家人在内的外界无法知道 他被关押在何处 是死是活 从第一天起 专案组便用各种各样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来逼供右供旁敲撤击 让他坦白同张廷普的关系 不明真相的朱胜文开始努力地解释自己的清白 但是几天轮番酷刑下来 朱胜文选择了招供 可能有些朋友不了解中共的酷刑 那要比电影里的国民党和日寇凶残许多倍了 每一道酷刑都会让受刑的人的忍耐力达到极限 而且许多酷刑让你肉体受尽折磨 但外表你是看不出伤痕的 在这种情况下 朱胜文只能编造自己的罪行 根据专案组的提示 他承认两次在办公室接受了张廷普供七万元的贿赋 但是朱胜文却设计好了一个圈套 已被在法庭上彻底揭露专案组的暴行 因为是编造 张廷普和朱胜文在所谓的受贿问题上的口供 根本是驴唇不对马嘴 尤其是在具体受贿时间和地点上 朱胜文在被破编造的自己罪行的时候 有意选择了两个日子 并被专案组接受 实际上这两个日子 朱胜文根本是在外地办公室 不在市政府上班 这是市政府的日志上明确记载的 有案可查的 这后来给了专案组致兵的遗迹 1997年的10月21日 法庭开始审理朱胜文银案 专案组根本没有料到的是 朱胜文抛开律师慷慨 陈池为自己辩护 逐条驳斥了对他提出的指控 并详细地揭露了专案组酷刑逼供的暴行 在张廷普受费指控上 他明确指出 这是彻头彻尾的栽赃陷害 朱胜文说 专案组需要的只是认罪 因此对受费日期 时间这样重要的内容 根本就不学一去核实 他还提出 让邱玉权回避此案的要求 揭露此人 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非法挪用公款 而打击报复 旁听的许多人后来回忆说 朱胜文当天在法庭的表现 令人肃然起敌 多次博得掌声 他的陈述 使得专案组和法庭乱作一团 不得不宣布休庭 朱胜文后来将法庭陈述 写成了近万年的申诉书 这份申诉书后来广泛流传 引起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和国际特色组织的高度重视 1998年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将朱胜文一案 写入了联度报告 要求中国政府进行调查 国际司法界的专家后来评论说 在一个法治国家 朱胜文的法庭陈述 足以使自己被当庭宣布 无罪释放 但是 很遗憾的是 在一个专案组说了算的国度里 他无疑是自取灭亡 修行后的法庭就再也没有开庭 1998年3月对朱胜文做出无期徒刑的判决 据说 专案组提出是判他死刑 但没有获得最高当局的批准 经个上诉 朱胜文最后被改判17年的徒刑 就在他刑期过半 申请因病保外就医的时候 传来他12月29日在狱中突然死亡的消息 官方的解释是他跳楼自杀了 但是在其中却充满了理点 大家想一想 一个被冤枉的人 几乎就可以保外就医了 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选择自杀呢 而且监狱里的犯人 外出体检就医看守是特别的严密 朱胜文因为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身体情况很快 连走路都需要人来服务 他怎么有能力在几个监狱警察面前 跳楼自杀呢 其实专案组的人都清楚 如果朱胜文最终冤案得到伸张 那就因为着他们的政治生命的终结 因此让他永远的闭嘴 可能会延迟那一天的到来 一个召集蓬勃的海贵青年的生命 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朱胜文不选择回到中国 那么以他的才华在国外一定能够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或者是他当上副市长以后 以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 保不准还能得到升迁 肯定会混得风生水起 但是他选择了独善其身 选择了为哈尔滨的老百姓谋利益 选择了建设这个国家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一个司法腐败的国度里 任何人的权利 甚至连高官的权利 都无法得到最基本的保证 有一句名言 在一个保护不了老百姓权利的国家 最终也保护不了他的主席 作为一个海贵派 朱胜文仅仅是想到了 是振兴经济实现个人的才干 这本来是无可厚非 但是他对共产党没有清醒的认识 没有认真的去思考共产党的本性 虽然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 但是他没有看清楚 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切的经济改革 都只不过是为了这个政党的续命而已 著名的作家老舍 在跳湖自尽前 曾问天为何如此不公 朱胜文没有留下任何的疑言 但可以猜测 他九泉之下 正在千百遍重复着老舍的发问 朱胜文死后 他的妻子范真 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上述 尽管他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朱胜文是被冤枉的 但是由于这个案件是当时的中纪委的副书记人称 吕包公的刘立英 直接领导专案组的 所以所有的有关部门都是互相推诿 至今还是冤沉大海 我想朱胜文的冤案多少能够警示一下 如今在海外的仍然打算回去的华人 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政党 不值得为他们去付出 好 老夫说故事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我每周礼拜二 礼拜四 准时在这里和大家相见 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